字幕志愿者 羅宗 在抗鼓時的速度、節奏、聽起來的聲音 你會感覺到 鄙小姐是將那種有點滅滅 我自己的觀察是憤怒的 鄙小姐住在第三波疫情 爆發重災區池雲山 本身獨居、待業 生活壓力再加上不知何時會中招的憂慮 令他臨近爆煲邊緣 他在網上找到並且參加了表達藝術治療課程 透過視覺藝術、音樂、戲劇等等再融入心理治療就出低谷 除了打鼓和畫畫抒發他不安的情緒 他再在治療師的協助下用這個叫手碟的樂器沉悔安定 亦提升抵抗疫情的能力 這四課也讓我釋放一些程序 或者找到一首歌 讓我自己一個人可以慢慢安定下來 這也是一件相負相成的事 因為如果我不斷在擔心的焦慮 或者擔心的話 其實就算疫情慢慢放鬆 其實我也在擁抱 當你情緒來到的時候 其實真的很難說話 說不到話 有很多時候當你表達的時候 你很想表達 但是你就是 就塞住了在那裡 眼口無言 這個狀態是我們都很經常 在我們父母使用者當中看到的 所以如果在這個前設下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被一個 藝術變成其他選擇 但藝術這件事本身是沒有分對錯 如果你見過不同藝術家的畫風格都不同 究竟這一筆的筆觸 不會有人說筆觸是錯的 所以這件事都是給他們一個安全表達的地方 一個安全感的來源 中芯在去年11月開始 提供免費表達藝術治療服務 至今已經有大約20個人接受服務 他們現在仍然接受報名 希望在疫情完結之前 都還能夠繼續提供這個情緒避風港 給有需要的人士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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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